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定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经典粤语片《巴比龙》 巴比是一名技术高车的职业爬手 说明于地下黑帮 这天他奉勉盗窃钻石后回到基地 看到邦内正在处理一个跟警察报信的皮条课 巴比对这些事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上交完钻石就离开了 巴比的女友是这里的舞女 两人虽相识于风月场所 却十分相爱 而巴比也很宠溺女友 不惜冒风险为她留了一些钻石 这一幕恰好被一名黑帮成员看到 隔日警察找上门 以谋杀昨晚那名皮条课的罪名逮捕了巴比 显然这是黑帮为了惩治巴比 与警察串通搞得栽赃陷害 巴比因此被判无期徒刑 而且没有上诉的机会 巴比告诉女友 他会想办法越宇出去复仇 劝女友忘了自己 之后巴比就要随数万名无期徒刑的囚犯 流放之大海还让的 发出郭亚娜的监狱复兴 由于越宇需要足够的钱来贿赂预警 购买逃跑船只 所以巴比盯上了囚犯中的路易斯 路易斯是伪造国防债券的专家 身价不菲 即使入狱 他身上也必定藏着不少钱 同时 这些钱也让路易斯成为重视之地 巴比对路易斯提出 自己可以当保镖护他周全 但是路易斯必须提供足够的钱 路易斯不以为意 他还没意识到此刻的危机四伏 所有人都想干掉他 把钱据为己有 到了晚上 路易斯身旁的囚犯就遭到了毒手 这些亡命图为了钱不择手段 让路易斯感到惧怕 他很快找到巴比 同意了这笔交易 结果在这天晚上 就有人盯上了路易斯 而巴比早有防备 先发指人阻止了对方 阿尔雷打斗引来了预警 巴比也因此得到了惩罚 登上监狱岛后 囚犯美被押送到断头台广场 接受监狱长的训话 监狱长警告犯人们 要想逃出这里难如登天 一旦逃跑失败 却侥幸存活 第一次将面临两年的单独监禁 第二次增加至五年 情节严重者直接送上断头台 这里的生活环境恶劣 犯人们饭都吃不饱 还有整日被驱赶着做苦力 每日累死的人也是不计其数 路易斯交换了身体 很快就支撑不住 开始跑肚拉西 一不小心 把藏在菊花里的钱给丢了 幸亏巴比失礼好 及时找了回来 不过巴比并没有独吞 又想想还给了路易斯 这件事为两人的关系 建立起了初步信任 吃饭时 巴比认识了一个水手囚犯 水手告诉巴比 只要巴比能搞到钱 他就能搞到船 恰好 这天岛上来个胖子汽车泡锚 搭上了巴比推的矿车 巴比偷偷与胖子做交易 想要搭乘胖子的船逃出这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他们以5000块成交 洗澡时 路易斯又被一群亡命徒盯上 对此 巴比拼了老命 才护住路易斯周全 在路易斯来此之前 妻子与律师保证 会尽快上诉救回路易斯 但是接连不断的麻烦 让路易斯感到害怕 他可能等不到上诉那天 就会死在这里 路易斯请求巴比 越狱是戴上自己 可路易斯是个弱不禁风的文人 怕是干不了越狱这种体力活 况且在海上逃生 也不是容易的事 巴比没有名言拒绝 转头睡去 第二天 监狱长将犯人们 召集到断头台广场 当着众人的面 将一名杀色看守 越狱失败的囚犯斩杀 监狱长将抛射的任务 交由巴比和路易斯二人处理 尸体渗出的鲜血 染红了路易斯的衣衫 路易斯没见过这种场面 一时接受不了 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预警间有人撂挑子 抽出鞭子就打 眼看路易斯就要被活活打死 巴比在情急之下 砸晕了预计 除了这种事 巴比清楚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 于是当机立断 转身就跑 巴比跳进河里 一路逃到海边找到胖子 却不了 胖子突然变化 将巴比抓了起来 胖子和监狱长本就是一伙 况且他抓回逃犯 监狱长还要给双倍报仇 索性那名已经没有被打死 巴比也不用上断头台 那时要面临两年的单独监禁 吃个拉萨全在一间小小的囚室 而且每日的伙食都是清汤寡水 好在路易斯也没闲着 买通了送饭的伙夫 每次能给巴比多加半个椰子 巴比恢复了活力 开始锻炼身体 被以后出去继续越狱做准备 然而好景不长 巡查的领导发现了 伙夫私自受惠给犯人加餐 当即就将其打死 监狱长闻声而来 质问巴比是何人会路口服送来的椰子 巴比闭口不言 不肯攻处路易斯 监狱长一气之下 命令预警将巴比的伙食减半 数日后 巴比就被饿得战斗沾不起来了 监狱长端来一碗肉汤 再次逼问巴比说出行贿之人 但巴比硬气得很 死不松口 这次监狱长直接下令 关上求是锦银的天窗 在这里每天都有人受不了自杀 而巴比竟是在饥饿漆黑的绝境下 熬过了整整两年 两年后 奸奸一息的巴比被送进了监狱医院 这时的路易斯 以凭借过瘾的专业知识 成为了监狱长最得宠的账房先生 路易斯得知巴比释放 当即就赶来医院看望 经过这些事 两人的关系已非必寻常 算得上是生死之交 路易斯告诉巴比 妻子抛弃了他 前段时间还带着他的家产 嫁给了自己的律师 巴比向往自由的希望还未磨灭 他仍然想要越狱 路易斯向巴比透露 这个周末 监狱长会在院子里放映电影 招待当地政客 炒弄了环境和忙碌分散的警卫 是越狱的最佳时机 那时要搞到逃跑用的船 就必须拉上水手 而且还要设法搞到医院看守的钥匙 为此巴比装疯卖傻 从医生那里 骗来镇定药交给路易斯 然后水手把自己弄伤 住进医院 再用逃出监狱为条件 让同房的一名 长相清秀的病人 色诱看守盗取钥匙 最后 利用路易斯的身份便利 把镇定药投入其他遇见的酒中 当一切准备就去后 异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天上忽然下起大雨 烧毁了电路 外侧的警卫也变得警惕起来 千军遇发之际 路易斯偷走了中央通道的钥匙 但是 他们必须赶在电路恢复之前 尽快逃离 当路易斯最后一个跳下围墙时 不胜摔断了腿 几人上前架去路易斯疯狂逃窜 他们在丛林中遇到了一群海盗 也正是水手在海军当兵时的战友 路易斯拿出他所有的积蓄 从海盗手中买了一条小船 四人划着小船驶入大海 成功逃出了监狱档 但是 小船无法乘成四个人的重量 不断涌入海水 水手警告巴比 必须减少船上的人员 不然谁都活不了 可巴比想带着大家一起逃出去 并不同于水手的建议 这时 不远处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水手清楚 行动不便的路易斯只会拖累他们 便打算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干掉路易斯 为了保护路易斯 巴比趁其不备打落水手的刀 两人在船上扭打在一起 路易斯健壮赶紧捡洗刀刺向了水手 这下船上的重量减轻了 余下的三人在暴风雨中拼命护住小船 无奈风暴太大 他们很快就被卷入海浪不省人事 巴比在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被当地的土著所救 土著之中有个老修女 声称自己知道巴比的人来自何处 还说他们只需向上帝忏悔 就能洗清罪国 谨慎的巴比感到不妙 但是其他两人却知道 这里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巴比打算独自前行尽快离开此地 可他刚走不远就看到监狱的车坠来 重情义的巴比立即回去 准备带路易斯一起逃跑 但为此意外 在老修女的指认下 清秀小货被当场打死 巴比二人也不幸落网 五年后 宝经封烧的巴比被释放出了单独求是 这天监狱长也亲自来看望了巴比 在他的印象中 极少人能在那种环境中存活五年 监狱长下令将巴比放逐恶魔岛 自生自灭 恶魔岛四面还水 山势险峻 去海岸更是遥不可及 但凡被送往这里的囚犯 都是历经绝望 狗血偷生之人 五年前 路易斯被送到这里 过着混吃等死的日子 而恶魔岛的警卫松懈 没有进过的铁窗 也没有高筑的围墙 因为犯人们都被磨平了棱角 无心在讨 但是巴比和其他犯人不一样 紧逼的牢笼 虽使他老命相催 却并没有让他失去向往自由的决心 他的眼睛依旧炯炯有深 每日观察海面 激化着再一次越狱 终于巴比发现 大海的潮起潮落都有规律可循 只要制作法子送到海上 就能顺着潮水漂到陆地 俩人慢慢攒了许多椰壳和空瓶 制作了两个法子 但临走之际 路易斯却放弃了 时间消磨了他的意志 再加上妻子的背叛 也让路易斯失去了牵挂 相比艰苦的监狱 和未知生死的逃亡 不如就在这座田园般的岛屿 静静度过余生 巴比理解路易斯的心境 没有强求 相拥而别后 巴比跳下了高松的悬崖 路易斯摘掉眼镜 聆听着巴比自由的声音 如释重负 数十年后 逃出生天的巴比 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他搭乘飞机回到法国 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影片到此结束 《巴比龙》 单分自1973年的同名电影 该片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现实中的巴比 1931年入狱 毕竟了八次约狱 1945年成为合法公民 定居他国 1969年出版了自传 《巴比龙》艺术 该书还被翻译成 30种语言 畅销各国 1973年 巴比离世前发誓 书中的故事均为真实 这是一条生而为人的自由之路 只要追求自由的心不死 那就是自由的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